接着来第二场 四班12米的短途 去过重化的马阳光武士 复货表都是这只阳光武士 曾经在12月初 其实这些就少问题了 几天而已 撞大好的马都认真少之有少 10和11都较为丝正一点 配备转变是好温宝马 除起都是用这个环形口含铁 4号马好拍档 初用头罩 风筝初戴鼻孤 9号马天刺宽 脱眼罩初戴这个头罩 仙太尼是牛精大哥 这些神操都不是很活弱的马 只能够保持近期的观感 抽一档你就想多些 如果抽外档这些马你都不想 要的阳光武士 迟了复货 他一向比较急口 贵初落个马定基 成口白铺 现在都叫做捉得住 但过中点之后 你都见到他又开始有些抢 始终的僵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抽外档 接着看这些初出的叫做好运宝马 三岁的文家梁的马 落地都试了好几个杂 这只好运宝马 那个杂的表现都OK 三个都是草地杂 分别有泥地杂的这个 跑马地杂 和沙田的杂 他都试过 对着这些旧马 前面眼光是那件菜衣 旁边是中华之光 外面是明月千山 他都不落后 对着这些旧马也有两脚 是呀 这只马也觉得挺纯熟 我看他试了迷门 那两货杂都试得挺好的 文家梁很少 初出有表现 但这一只相对来说 算是粗好才出来跑 是呀 很多都不够水准 这些好拍档 那款是OK的 看上去大大份 上个星期才跑完 杂商有些问题 这只好拍档 之前我都说过 他神操市的弹杂 抛了蝕恩下来 接着看到开心有利 跑了一场 还是比较自乱 生硬的 那么多一只马来的 看了出脚 都未真是去到很纯滑的阶段 抽了个外洞 可能麻烦些 这只亦都是伊布马来的 85的随起 12月18号 试了这个跑马地士杂 当时试的骑士 已经是国能的了 今次也是他跑 水准都不一样的了 镜头最左边 就合火这么厉害 接着就英之友 他在中间 都有骑的 比较两部 好像立友一点 感觉上是随起的 肉身一点的马来的 是啊 都自杂都是 观感平平 你看到现在这样 单跳的马 好像都没有上力 出脚的力度 后脚踝出去 没什么力的 进度都是来得慢一点 看来 每个都好像不一样的 这些舊马 全心全疑 而他的缺点 就是早上太厉害 太厉害了 那你跑1650就留不到 跑1200排外档 又容易抢口 所以这些马 整天都跑得不好 是啊 接着就看到风增 好像跑两场 近镜一只 好像跑两场都不是输得远 但你看得到 都要小心翼翼翼的 租他 那些姜诚要捉得很 很稳定 但是马也有点想走出去 有点飘口 再来就天赤宽 就是另一只伊布马 这只马也挺吸引的 那款 但是还没放松 一旦有些马靠得近 他就想走 飘到去 还未识得很收放 识液都较淡一点 接着第一只 就日日靓了 他相对 叫做走上来 顺滑点 顺熟点 因为这些跑开的马 那就变了缺点比较少 要比较 他未必有很高质素 但是稳定 这次部署比较特别 这个超然 他在前试了 这个800米的草地杂 感觉上 都好像有些加强被占一点 他又报草地 谷草千二 当然他草地 他试过近过 但一定没有来地那么厉害 见习学员试的 很早都中断 开始给两步 都透出了 赢得到的 水准不是那么高的 后面一只也都压住 所以显得他好像试得挺好的 跑草地 是的 那个状态没问题 草地也不知道多少比零 基本上我想都没上个名字 过火试习也不是很特别 后面那些马 看起来这一只 今早跳的阳明高高 他是勒必都喜欢树起一条尾 是均速一点的马 他又不是十分起眼 不过保持到这样的水平 在这些药造也够用 再看了腾龙区 其实都没有什么很大的进步 那些马 来来去去 早上都没有什么改变 观感 这只就是后备翼 醒目再临 他近期跳 经常都有一些口 季初是无口无声 很立落 跑一跑一下 马开始有些心境来了 不过后备翼 老实说是四班贼组 比较弱组一点的 没有什么特别 真是有很厉害的马 其实开始我想到 三号好运保马初出 有个好档都可以拼拼一下 那又抽回文家梁的 那些初出马的成绩 其实近三季都没有 那他变成了有点头痛 因为其他对手又没有 哪一只很简单上手 可能局处就选了一只十号 他有天好 因为他是一只比较纯熟一点的马 四平八稳 常常都会近一下 不是很厉害 但是这组对手又不厉害之下 我想他在这里 可能变成了一只坐位望赢之选 好运保马最多 我想作为配脚 又不敢找他做胆的这些 那其他再选下去 其实杨明高高 我觉得挺好状态 但是也是见得八八九九 上一次的第三 都很辛苦争回来 看看潘明辉接了何宅耀 手会不会交到水学的水准 这一组好像你说的都是插组 令到刚才你看到的状态指数表 都已经见得到 很参差的局面 那一号马牛精大哥 你见到明显这些前领马 他不是很够火的 所以看他跑 他是时快时不快 有时没有马跟他抢晚胚醒 他就放到前面 多马跟他一争 他就后了一格 他就不行了 你要他追马又很困难 那二号马阳光没有事 他们都近过了 但是这些马这么有新鲜感 休息了两个多月 太厉害了 排在外档很难留 所以这些马都不是那么稳健 所以我认为刚才卡卿说的那几只 感觉上都比较静怒一点 第二场都已经研究过了 那我们休息一会 好运堡马是Super One 叫一哥 这批一哥不是香港以前那批一哥 是新加坡方面那批一哥 它是I am invisible的指字 他服役的时候赢了五场赛事 集中赢短途赛 赢1100米和1200米 至于好运堡马的母是 Keep the Faith的女儿 没有上阵的 母线家族的其他成员 短途马多一些近代的成员 但其实个别有些 跑到1600米 甚至长一些路程都会赢马 所以看了父母两线 这批好运堡马 虽然就像短途马多一些 但跑下有些机会加路程 跑到1400米 甚至长一些路程的赛事 他都有些机会适应得到 文家梁马房的初出马 表现就不需要太特出 上季叫做初出上都没 马得两匹 他们就是无敌勇士 和帝豪精彩 今季暂时跑到现在为止 都没见到初出即胜 或者初出上到名的 文家梁马房初出马 除喜的废 Holy Roman Emperor 这是马香港的大族 今季好斗心 佳应精彩赢过马 但除喜除了Holy Roman Emperor 的子字之外 亦都是现役马 创纪录的同母兄弟马 创纪录暂时在香港 赢过马 不过低班 赢5班赛 赢1650 跑马地 母线家 还有其他成员 发现有一批绝尘 绝尘 在香港都赢得很高班 而且血统方面也很显客 所以看了父母两线 随起 看起来就不像短途马 初期跑短途开始 跑下 因为创纪录 绝尘那些后来都要赢到中距离 始终距离马比较多 随起来香港之前 是苏保罗家族的马 在纽西兰苏利云训练 曾经在当地参加过两次试集 一次是跑第一 一次是跑第三 同时是试集的马 有些在当地都赢了马 其中有一批叫做 Super Strike的马 厉害 赢了四场头马 苏保罗马房的初出马 近期表现一般 上季有一批出积性马 运材高名 但只有他 今季跑到现在为止 暂时未见到有初出积性 或者初出上岛名的 苏保罗马房的初出马